王耀玉議員 好 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來 接下來是王耀玉議員15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那今天的交通部門的業務質詢 市政府的各位局處長 以及議員同仁 還有媒體女士先生 以及市民朋友大家好 那有關今天的交通部門的業務質詢 那本席也列出有關相關局處的一個質詢 那請各位局處長 針對本席所關心的這個議題 那請各位局處長來做爭取 來做答覆 那首先我們來看這個PowerPoint 那捷運局的部分 我們在隔壁區有兩條捷運的主流系統 一條就是紅橘線 另外一條就是平面輕軌 那當然這個議題 也在我們議會都跟各局處 跟我們的捷運局都來討論過 目前高雄市的平面輕軌 當然以都會區的型態來行使 或許可以講得過去 那你如果說把平面輕軌要拉 延伸到林園地區 這真的是不符合我們現有的情況 也不符合實際 我們現在看到這裡 高雄輕軌在這邊也發生 就之前有一個阿伯騎腳踏車 在成功路這次發生車禍 跟輕軌這邊來插狀 另外這個是在凱旋路 你看我們的機車 這裡我們的交通 我們的議員都在這裡協助交通 也稍微 我們的機車也是在關西港 也是很快過 現在這裡是都沒有平面 沒有平交道了 沒有平交道 你看這裡做什麼 平面輕軌跟平面道路 的一個動線的交叉 也會造成危險的車禍發生 這一件也是經過報紙報導 我們的輕軌 這一部是輕軌 平面輕軌跟這一部交車 白色交車收容 加碼導致輕軌的車頭變形受損 好 那這一張是在之前 九月份 本席也在我們市議會辦一場公聽會 捷運局也有列席 那這一場公聽會 幾乎大部分都是 林園地區的一個社團負責人 你看整個我們的簡報室 摸摸摸 他們就針對什麼 針對要爭取高價捷運 延伸至林園 不是要平面輕軌 這個是籃子橋頭 這就是高價捷運的一個車站 你看我們這個高價捷運 下面的平面道路在使用的時候 也不會造成動線的交叉 甚至不會發生車禍發生 這就是高價捷運系統 目前我們高雄地區的高價捷運 就是在這一段橋頭到岡山 那當然未來 未來要延伸到路主 也是用高價捷運的方式 捷運局在規劃當中 那這一張圖就是現有的台十七線 現有台十七線 整個台十七線布滿了我們的化學槽車 包括還有貨櫃車連結車 都是在行進台十七線 因為這邊是一個大型的工業區 林海工業區總共有四百多家的廠商 大概有四百三十家 那在林園方面 有十八家大型的石化企業 包括中油台塑等等 所以你說像林園跟小港林海 這條台十七線 全部都是這些化學槽車和重型車輛 那我們平面輕軌 還要來這邊搶一腳 你想想 這裡是否 以後更容易造成交通的擁賽以外 更容易造成發生車禍 這如果車禍發生呢 化學槽車這個不是開玩笑 所以在這裡 本期要特別強調 要延伸到林園 唯有就是用高價捷運來紓解 而且林園地區跟小港地區 這邊來上班也好 來工業區上班 或者是上下學 或者是民眾的通行 他們大部分都是以運輸為主軸 他不是為了要從平面輕軌來做觀光 所以這個我們平面輕軌跟高價捷運的一個重要性 跟它的一個分隔 這相信局長也很了解 所以在這裡我也要請問我們的捷運局 我們的局長 針對 針對林園這一段 是不是用高價捷運來延伸到林園 這是可以說 也可以來做一個地方的需求 以及產業的需要 這點是不是請我們局長來做答覆 捷運局局長請答覆 感謝主席 感謝王議員 給王議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所有大眾運輸的部分 都一定要先經由評估 那評估完之後才能確立 依什麼方式 那現在目前就是我們在11月2日 要開表 就是我們有一個委託案 甚至我們小港林園縣 它的先期規劃部分 我們會進行這一部分的討論 那王議員一再建議部分 就是希望用高價的方式這一部分 那我們會把它納入整個先期規劃裡面 來做評估 因為現在會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說中央 中央補助的問題 因為我們一條 我們好像平面輕軌的時候 只要一百四十億 所以高價的部分 有可能會加到三倍 加三倍裡面就是說 我們要進出中央補助 中央補助 中央補助就是自創率要夠 我們現在 平面的補助 自創率的補助 負得37% 所以中央補助 一百人就不幫我們補助 所以如果一百人不幫我們補助 我們基本 是天荒夜譚嘛 所以我們現在 會針對1月24號 那個王議員建議的這個 我們委託找到 是不是很多這個方向 我們來努力 看到有辦法朝這個面向 最後評估完之後 才有辦法確立 所以現階段 我沒辦法跟王議員回答說 一定是採取高價的方式 那甚至連平面 到底我們最終能不能達成 都是在那個掀起規劃裡面 對 那裡面來做整體性的拼勾 另外就是說 輕軌其實安全性 我們一年 一年 早一年來 其實是一間 另外一間 那個汽車的部分 是違規於轉的部分 那我們那個老翁的部分 他是輕軌高的時候 突然左轉 所以他也覺得奇怪 怎麼會這樣 這一些 你們把 你們也都知道嘛 我們可以占頂 請和發生的這個原因找出來 要怎麼奉紙嘛 是 現在 本社要跟你討論的就是 高價捷運 當然 你剛剛講到自常率 那我要請問你 那我們目前現有 在捷運 高雄 紅線橘線的這個捷運 當初 我有調一個資料 我們有 所有 這個 我們的企業界 企業界 來 來投資 大概有100億 是不是有100億 中鋼就佔了 好像 中鋼佔了百分之四十幾吧 中鋼 所以 像這個 林園跟小港 那麼多的工業區啊 那沒有辦法 說 比較嗎 中鋼就有辦法出四十幾億啊 那這裡 100億裡面 對啊 那你如果 為你問 契法 修港 這裡可以 這個 我們的資金籌作 中鋼 台電 頂頂 他們這也都是啊 也是 都是受費者啊 好 跟那個王議員報告 中鋼 他是投資廠商 當時是獎投 獎勵投資 那獎勵投資部分 他是投資廠商 他是針對自償率百分之十六的部分 他去付一下 他去付三百幾億 存的 存的部分是政府應辦事項 和政府投資事項這一部分 那才由中央跟地方分擔 然後去進行開發 那時間問題 那個王議員所提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 針對那些手衝 畢竟也是可以滿足他們的需求嘛 那這一部分的 相關的這些考量部分 我們會把它納到 我們那個十一月二十四號 那個委託案裡面 然後一併來考量 告訴我們王議員 這裡到三天 看有什麼 那個資訊 和那個 可以讓我們建議 我們把它拚進來之後 做經濟的科路 把一些相關廠商 因為他後 這條捷運作 也是他的王鋼 王鋼受費啊 所以這個可以 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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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如果我們那個法報案 如果出離之後 拜託王議員這裡 如果有機會 我們可以提供那些 那些相關訊息 我們會再跟他們做聯繫 好 謝謝齁 你這麼多 所以在這裡齁 本社會特別強調 捷運 我們也說做來 以後這條捷運 比平面輕軌 不適合 那不適合的話 你變成沒人搭乘 沒人搭乘 你說開一百四十幾億 不如來開二百二十幾億 讓地方可以方便 讓地方可以來搭乘 這是本社要說的重點齁 第一是車隊交通局 絕運目前還沒有拉到零遠 那現在主要的公車從台十七線造 就是這條紅山縣 紅山縣當然 我們的局長也很用心 跟我們交通局我們的運輸規劃科 也都根本是針對這個班次的問題都有調整過 也是這個班次也爭了好幾班 這也是這個上下班也可以紓解很多 可是最近就是在假日方面 你看假日方面 這個人這樣坐得頂頂頂 在這個週六週日 它是晚上七點八點九點 它原本就是一個小時才一班 這個時刻表 七點八點九點十點這段時間 這是週六週日 例假日 例假日我們也都了解 如果睡覺的樂感朋友也好 或是我們的學生小孩有時候要補習 它回來跟週六週日多的人這麼多 因為平常上下班 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們那個班次比較多 可是到立假日 它是把這個班次變成一個小時才一班 所以變成在那兒單車的人 很多 也是塞 也是都拿到 像在這段商品 很擠 所以說 可以 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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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小時 我們可以 每個小時 每個小時 一班 就是在 增開 七點半 八點半 九點半 來把這邊的人潮 把它輸解 這點請我們局長來答覆一下 好嗎 交通局 陳局長請答覆 謝謝趙局長 謝謝我們王議員 對洪山縣在林園地區 所做的公共運輸服務長期的關心 也感謝議員有關協助 這樣繳經班次建議 如果我們的假日有很大的需求 當然增加班次 我們一定會樂意來評估 會要求港都客運來審慎評估 那甚至你裡面有提到說 是不是如果已經人數多滿了 不要繞進去大林埔 這個也是一個 蠻合理的一個調整 因為他反正人就上不去的 進去到大林埔還是一下沒有辦法上下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一併來考慮 謝謝議員的建議 那就是地假日 我們在針對半個小時一般的 晚上七點到十點的 來把它做偵辦 對 這個部分我就請我們的運管科 和港獨科運 實際上去了解一下它的需求 如果必要我們就會來考慮 會後再把這個研究了以後再跟我報告 好的 謝謝局長 接著我們針對觀光局 當然我們高雄市我們的城市行銷 觀光行銷非常重要 在103年到105年我們透過城市的觀光行銷 對我們高雄市帶來的多少的觀光效益 然後跟以往我們這幾年的相比 我們的從國外來國內來台灣這邊來觀光的 我們觀光局這邊努力的方向 那目前我們的觀光人數怎麼樣 在世界各國包括大陸 等一下也請局長來做答覆 然後針對我們106年透過城市行銷預期 帶來的未來我們的觀光效益是怎麼樣 未來我們高雄市政府怎麼樣推廣我們高雄的在地觀光產業 這三點是不是請我們局長來做一個答覆 來觀光局政局長請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王議員 首先議員剛剛提到的是103年到105年 那這個數據是103年我們到高雄的觀光客的統計是763萬元次 跟前年相比是增加10% 在104年是806萬人次增加了5.7% 那到了今年我們只能統計到6月份 所以是390萬人次 那大概月幅減少了1.3% 那在產值的部分呢 103年是449億的產值 那增加了跟前年相比是14.21% 那104年是468億的產值 那跟前年相比是增加了4.18% 那到今年統計到6月大概是224億的產值 跟去年同期相比大概減少了2%左右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對於我們106年要透過這個城市行銷 預期帶來的觀光效益的部分呢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會針對有幾個途徑 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會透過這個東南亞東北亞的一個多元的行銷 那也針對各國規劃不同的這樣的一個行銷的主題來做宣傳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會鎖定 包括越南 泰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日韓 港澳 以及港澳 以及這個大陸的背包客跟小三通的這個部分 作為我們行銷的一個重點的目標市場 那希望能夠打開這個國際的觀光客源 那另外最後當然是我們國內的觀光客的部分 我們今年到6月有232萬人在高雄 跟去年同期相比是國內的觀光客是成長的 大概3.7% 所以我們也希望對於整個城市行銷的部分 我們針對高雄的一些特色來發展一些多元的活動 來增加吸引觀光的人潮 那對於未來我們在地產業的這個部分 當然我在我的報告裡面有提到我們未來工作的重點 那在這裡我也要跟議員報告就是 我們會做幾個部分把高雄跟整個南部的縣市 做一個區域的整合 整個觀光的資源會增加 那第二個部分當然我們會跟在地結合 做一些比較深度的遊覽的這樣的一個旅遊的行程的規劃 這跟議員做這樣的報告 那個給王議員兩分鐘 那本席針對這一些就是要求我們觀光局要動起來 讓我們高雄的在地的觀光可以來明良世界 讓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 我們花那麼多錢 而且我們高雄也不會輸台北 我們的一些這些這些 不管說我們的觀光景點 所以這一點我們要利用我們在地優勢 這點跟請集團 這裡會再針對這些 本市要求的這些數據再提供 另外也是一樣觀光局 那在我們你看 林園區的中雲漁港這一點 目前這裡 這是我們東港 隔壁東港發酵池 你看東港的發酵池 這可以說人潮有夠多 帶來的他們的觀光客也好 帶來的他們的一個產業的效益 這是東港發酵池 這就是林園區的中雲漁港 中雲漁港 這陸前 我們的這 這的那個 在對 摆在路邊 在賣魚 這就是相差什麼 相差在 你說要帶同觀光 這觀光客來 當然啊 我們這裡到這裡 到東港這裡 這個效益 跟它的一個 它的一個衛生條件 種種都是不好 所以在這裡 林園區是一個 一個很好的天然的環境 這有一個中雲港 中雲港 要怎麼帶動 這個觀光 讓我們的未來 看中雲港 怎麼來開發作 一個觀光的這個 機器電話好 確實是 這個可以 我們來到 地方的產業 包括我們的觀光來帶動 因為那裡有私地公園 還有我們中雲的這個 海岸線 我們的漁港公園 都可以把它結合 所以在這裡 是不是請我們局長 來答覆一下 好 謝謝主席 謝謝王議員 我跟議員報告 其實觀光局 對於林園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我們有陸陸續續 好幾個活動 都跟我們林園有關 包括 我們的腳踏車的行程 就是2016的乘風而起 那另外還有四季逍遙遊 還有我們接下來要進行的是 來觀光巴米里高雄 這都跟我們林園的遊程有關 其實林園在頓中文 有很多有特色的地方 包括我們知道我們的清水沿的風景區 包括我們的原頂林載邊的警察官 你的這個派出所 還有我們的文賢社區 還有我們的海洋四地公園 這都是我們林園很重要的觀光資源 所以我們很多行程都安排在這裡 對 那我們會做一個串聯 尤其接下來 來觀光巴米里高雄 我們會跟社區做一些結合 那跟剛才議員說到這個我們的漁港的部分 我們也很希望我們的漁港 可以變成是觀光漁港 讓大家來到這裡 在這裡七頭以外 來吃最新鮮的海鮮 來買最新鮮的漁獲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跨局處來合作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觀光局能夠跟海洋局做一些結合 把這個周邊的環境做一些整理 能夠讓到這裡來的人 來欣賞我們的林園的漁港的美景 還有吃到很新鮮的漁獲 所以這樣跟議員報告 是 我們會看 對 就跨局處大家做一些整理 這環境要整理 好的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王議員的質詢 下一位是黃湘暑議員15分鐘 謝謝主席 還有我們交通部門的各位局處首長 大家午安 那個影片 我想由於過去我們高雄長期以來 大家都認為是一個工業的城市 那近幾年來我們也慢慢在推動 我們的無煙沖城市 無煙沖的產業就是我們的觀光業 我想我們的那個曾局長也很辛苦 因為我從早上聽質詢聽到現在 你幾乎每一個議員都有問到觀光的這一塊 所以跟你說真辛苦了 但是我還是要來問觀光這一塊 我們古年 我們有看到我們來台的國際觀光人數 為1,043萬9千多人次 那產生的是新台幣的4,589億的觀光外匯收入 那其中呢 路客來台的觀光人數也超過了418萬4千多人次 那也有超過2千億的新台幣的觀光外匯收入 我相信這雖然我講的是全台的數據 但是這也有關係到我們高雄的觀光產業的問題 可惜呢 我想要講的是 今年的520過後 政黨輪替以後 從6月開始我們的路客人數 我們都知道大幅的減少 甚至我們有看到很多報道 有很多旅行社跟我們說 旅行業者跟我們大膽的預估說 可能到年底 甚至到明年初 很有可能路客團會縮減到零團也不一定 所以這勢必會帶動我們整個 會影響到我們整個觀光產業很大的衝擊 那我們也都知道 我們前十一的時候嘛 就是他們的十一長假嘛 我們陸方有公佈了一個數據 就是黃金周七天 來台的人數僅7915人來台 這是全國的 這是全國的數據啦 但是全國沒有來到高雄 這大家就很明顯的看得出來了 但是在去年的同期 我們可以看到 去年的十一的一天的人數 就將近1.6萬人 這種的跌幅是相當相當的驚人 所以我們也有看到說 往年的六合夜市是這樣人 炒炒炒 根本就要站下去 甚至是要走路 根本就不用走 人後面就讓你三個三個就往前走了 但是今年的10月4號 我們看到我們的六合夜市 哪有人 完全沒有人啊 根本就是 連穴道外都可以站下去了 雖然現在那裡不能站到外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的觀光局 要很去重視的一個點 我想還有除了陸客不來 我想最近大家也都看到我們的 很多的媒體都在報導 高雄港的郵輪 停靠速跌了七成 因為我們一百零三年的九十二隻 一百零四年的九十二隻 到現在我們一百零五年的到九月 只有二十步 我不知道說這個局長你有什麼想法 因為我認為說 因為我們過去一直在講說高雄要成為 郵輪母港的計畫 這個是我們陳菊市長一直在提的 可是這樣的數據 已經嚴重的重挫了我們高雄的郵輪產業 所以我想說我都一併問完以後 我們局長再一併回答 這樣子時間比較快 還有就是我們的很大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北京的農業團 他們來到高雄 結果在高雄 本來安排好的行程 卻出現了神影 甚至是跳聲式的參訪 就我個人的想法 就我個人的觀察 我想可能是因為當前的政府 沒有去承認了九二共識 沒有去把一切兩岸的關係 說明得很清楚 所以才會造成了 這些團體到了高雄 才會出現可能被陸方關切 認為說他們不應該 去跟我們高雄的 甚至是產業的協會 去有所接觸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上面有一個我們的 這個應該是高雄產業協會的 我們的林富南林理事長 他們在那邊坐了一個下午 等了一個下午 結果對面 卻是空空曠曠的人 我想這對我們來說 是非常非常嚴重 那我認為的是兩岸的關係 如果要有冷 再繼續轉變為冷戰 對我們高雄的觀光散略 實在是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我是不是請局長 能夠針對這幾點 先做個簡單的回覆 謝謝局長 官方局政局長請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那黃議員關心的問題 大概剛剛有提到三點 第一個就是陸客減少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知道過去六合夜市 曾經盛極一時 是我們高雄很重要的 一個代表性的觀光 野市 但是因為陸客來了之後 他急速的成長 所以那個地方變成很多陸客來 都必去之處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同樣的他的遊客 就會有一些消長的狀況 所以當然陸客在減少的這個同時 他的影響一定是比較大的 但是我想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希望在所有的觀光的景點 都是一樣的問題 有陸客來最主要的客園的部分 如果因為這樣而減少 我們也希望能夠做一些整頓 或者重新整理的這樣的一個工作 當然陸客的減少在高雄 我們的數字看起來同期比較 大概是14%左右 不過當然這幾個月是消退的有比較快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除了觀光夜市以外 我們也希望能夠開拓一些新的景點 那我們希望能夠爭取更多的觀光客來到高雄 那這是第一點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 這個郵輪不來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的郵輪的部分 其實有一些去年是到高雄是46艘 今年大概差不多是有預計要來的 大概差不多有14艘 13艘左右 那我想這個部分 它郵輪的減少 當然它有很多的原因 包括這個簽證不易的問題 這個是全全國性的 不是只有高雄的港口 它是全國性的 那另外一個問題可能就是說 對於整個它的這個郵輪 這個停靠的這個港口 是不是在它的整個接待的環境 是不是非常友善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當然就是 到了這個地方 它的港口在地的觀光的資源 是不是能夠讓我們的郵輪的旅客 能夠有一些充分的這個郵程的 這樣的一個訊息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跟很多的郵輪的業者 還有包括我們的相關的這一個旅行社呢 我們也做了一些平台的建立 我們希望能夠針對這個部分 建立友善的這樣的一個接待的環境 包括我們的外幣兌換 以及包括我們這一個地方的落地之後 就是它下船以後 在這個港口的有一些諮詢的這個部分 我們都能夠讓它覺得非常友善 還有包括接駁的部分 我們的觀光計程車 這些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想不是只有簽證的問題 還有相關其他的這些配套 我們都願意去做一些努力 那第三個問題 剛剛議員提到這個北京的農業採線團來 讓我們的民間單位呢 空等的這個部分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根本不知道他要來 他沒有跟高雄市政府告知 那他是農業採線團 那可能有一些聯絡 跟一些民間團體的聯絡 所以為什麼後來神隱沒有出現 剛剛議員的解讀是因為九二共識的部分 但是這個部分我想 他有一些政治性的考量 可能是這樣 那所以我想 我們也希望說 也呼籲說 其實不要因為政治的因素 而影響到觀光 我們希望能夠秉除政治的因素 我們讓觀光能夠正常自由的發展 那我們也願意跟大陸這邊 有一些行銷的這樣的一個安排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讓兩岸的部分 能夠有一些正常的觀光的交流 不要把政治的因素 好謝謝 謝謝局長 我想我們都希望我們的觀光產業 不要去牽涉到政治 更不要去牽涉到藍綠 我們大家都希望高雄可以越來越好 包括高雄的觀光散業也可以越來越好 因為觀光散業能夠影響到的層面相當的廣 包括我們的旅遊業者 包括我們的飯店 包括我們的一般的攤販等等之類的 這都是會影響到的層面 其實現在一般的民眾 就是希望經濟可以越來越好 經濟也不好 對他們來說什麼都不是重要的 還有 局長 之前我們有辦過觀光發展的一個座談會 那有一位某位理事長有去提到 說他們參加了這個協會 他們協會的理監事全部都出席了座談會 但是不是捧觀光局的場 而是因為民宿業者認為說現在行李不合作 所以乾脆就出來表達這個心聲 凸顯高雄的產業的狀況 觀光產業的慘況 所以我想要問我們的觀光局長 針對我們目前 除了評估過陸客團大幅的縮減 包括其他的本來原本我們南向政社 所要去補足的這些東南亞的旅客 沒有辦法來補足這一塊的 我想問一下局長 你認為這個對我們高雄的觀光產業的影響有多大 還有我再想問就是局長說 近來你們有沒有去評估過說我們的 這短期之內我們的旅行業者 包括我們的遊覽車業者 有多少即將面臨到倒閉甚至是關門的 局長是不是請你回答一下 簡單就好因為時間不太夠 政局長請答覆 好謝謝主席謝謝黃議員 其實當時辦這個論壇是為了希望能夠 讓我們南部的業者有一些發聲的機會 我們也共同來探討我們整個南部的觀光要怎麼發展 那其實那天因為有中央的代表下來 所以我們的業者大概是在發言 其實那位理事長我也非常的熟悉 其實並不是這樣的 所以理事長為了要凸顯 就是爭取更多的資源到南部 所以他們才這樣說 那其實那位業者也在之前 我們有一些泛舟行程 其實他的住宿都是爆滿的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可能是因為當時的狀況 所以有這樣的發言 那其實那天來了蠻多的業者 是真的大家都很希望有一個機會 大家聚在一起能夠做一些溝通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部分呢 剛剛議員提到這個陸客的減少 然後我們要爭取其他國家的客員 當然我們知道東南亞這個新南向政策的部分 要增加客員沒有那麼快 但是我們也願意去做很多的努力 包括各種不同旅展的參加 以及各種推介會的這樣的一個參加 我們希望能夠開拓更多的觀光的客員 來到我們高雄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可能不是短期內可以看到效果 那剛剛議員提到說我們的旅行業者 或者是遊覽車業者有倒閉的這個狀況 因為遊覽車業者的業管單位是在交通局嘛 那但是我們的部分在旅宿業者的部分 我們現在聽到的大概是目前呢有歇業的是有八家 那新設的有十九家 所以還是在歇業的同時 還是有新增加的旅館業者 甚至包括大型做高端團的這樣的一個觀光旅館的部分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在這裡跟議員做一併的報告 好 謝謝局長 我剛才看到我們的陳局長 你講到遊覽車業的業管單位是他的心 他在那裡找 那個所以我認為說 除了這些等等之外的 我也希望說 因為高雄一直以來 剛才我們局長在提到說我們的郵輪不進港的問題 就是也有提到說我們可能我們的觀光景點 也有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所以我也希望說高雄未來是不是能夠有更多的觀光的景點 更有特色的在地特色 因為我們的局長也當過我們的民政局局長 所以應該很清楚我們每一個區域的在地的特色 能夠把這些特色結合到我們的觀光產業裡面 我相信未來高雄的觀光會越來越好 謝謝局長 那再來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捷運局的吳局長 我們的環狀輕軌第一期我們核實完工 然後整個通車要到什麼時候 還有我們的環狀輕軌的二期已經發包了 我們需要多少時間去這塊做得好 請我們局長簡單回答就好 建議局局長請答覆 感謝主席感謝環議員 我們一接環狀輕軌有兩接 那一接的部分在明年六月底之前要完工 那但是我們的母努力目標部分是把它放在春節 春節前的話就從西萬到西十四 那可以我們希望可以出旅看然後來通車 那第二階段部分目前由中鋼得標 那這一部分的話也正在加緊的一個推進 那整個完工的話會預計在108年 108年底 就是要跟我們的鐵路地下化同期嗎 鐵路地下化要先完成 那不然我們那個台順也不會過 另外就是丹田這邊也不會過 是好 局長請坐 那剛才我們局長有提到我們的大順跟九爐 我們都知道這個是高雄非常主要的一個幹道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我們的交通局局長 因為我們上下班時間 這個地點非常非常的交通量非常的龐大 那如果環狀輕軌二期 因為現在一定在設計 甚至之後就會動工了 那交通局是不是有去做過相關的交通評估 來給我們的決運局做參考 因為我們都知道動工以後 我們整個交通會進入非常非常大的黑暗期 我們的局長是不是回答一下 來交通局陳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的關心 事實上環狀輕軌是我們市府 也是中央重大的交通工程的建設 那這個交通工程建設裡面呢 對於整個未來它能夠服務的承載量多少 這個應該在捷運局當時提供這樣的一個報告書裡面 就會做這個評估 剛才議員所提到的是說 現在因為要開始進入施工 是不是有做一些相關交通疏導的這個評估 那我想因為施工單位會是由捷運局這邊來主政 他們會送所謂的交通衝擊評估 這個衝擊評估裡面送到交通局會針對他們在不同階段 影響到整個附近道路的這個衝擊 以及所提的這個疏導的計畫 會有專家學者來共同審議 那我想我們也會站在這個交通單位 應該協助怎麼樣讓整個工程進行當中 不可能沒有衝擊 但是希望能夠有完善的這個疏導計畫 讓這個衝擊降到最低 那麼我們希望未來順利輕軌完工以後 也可以能夠做一些運聚上的轉移 那讓整個城市在整個道路使用上面 能夠有更好的分配 好 給黃議員兩分鐘 未來環狀輕軌的二期 我們都知道只要施工了就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因為不僅是台孫救路 台孫博愛 台孫中華 這個都是交通量非常非常大的地方 那所以我也希望說未來 我們在宣導的部分能夠做得足夠一點 包括民眾的 因為很有可能民眾的行車的方式會有所改變 那包括商家也有可能會受到影響 然後還有包括土地徵收跟道路拓寬等等的問題 我覺得這都是要列入相當重大的考量 因為如何讓震動起縮短 然後讓民眾的影響到他們生活 影響到他們民生問題能夠降到最低 這都是我們的交通部門 包括我們的捷運局都要去好好考量的 那我想針對這一點問一下我們的捷運局局長 針對這一塊包括我們的交通局長有提到 你們需要有一個完整性的評估 那我想請問一下你們的配套措施 跟包括替代道路的方案有沒有做好了 來 捷運局吳局長請答覆 感謝主席 感謝黃議員 有關這一部分其實會涵刮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在計劃階段 然後施工階段跟營運階段 那我們計劃階段的部分其實已經都有做整體的考量 涵刮我們交通局長所提的部分 相關的這些交通衝擊分析部分 其實會放在第二階段我們施工的時候 那交尾的部分也會一併進來 那交尾的部分我們還會提到刀案 然後做確認之後 那針對這一些相關的運作部分再行配合 那另外就是營運階段的部分 那我們營運階段部分 在計劃階段裡面當然要把營運階段裡面的交通衝擊 也把它涵刮進來 那這裡面主要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我們大順路 像以大順路為例 那大順路為例 我們現在的台順路點名 就是你的餘棟樹樓 變那兩邊 我們就交通過 這交通過之後 我們每次的地方使用到10米的割度 10米的割度 就是來自於 我們現在是兩塊 一機車 然後路邊停車 那我們把其中的一塊 一個快車道 轉成把機車的部分併進來 然後轉成慢車道 所以是1塊1萬 那另外還有寒瓜 那10米裡裡面有寒瓜 那個路邊停車 所以路边停车会转成路外停车 所以我们整个路湖行车的断面部分 其实那个影响就会减小 那第二部分就是营运开始 其实还是会有很多那个运据选择部分 它会选择大众运输 所以转进来之后 其实这时其实我们的运量部分 目前我们的推雇部分 还是会维持在原有的运输的水准里面 所以不会受到这一部分的冲击 那另外一部分除了路廊之外 就会面临到路口 那路口的部分 我们轻轨的部分 因为我们有优先权 但是我们在一阶的思维之下 我们重新思考二阶的部分 那二阶的部分我们还是把轻轨 四围是我们一般的车辆 不要去采取直接插入 然后去进行那个整个交通的一个影响 那所以我们采取的部分 是采取被动的方式 我们评估被动的方式 就是说那个路口 我们到路口的时候 常常会有绿灯 常常会有红灯 我们配合他那些绿灯的时间 我们车绿灯 我们那些轨 那红灯的时候 大概多久 我们就可以在车站里面等 所以一等的时间 其实我们一个十项部分 大概三十秒左右 所以在这三十秒里面 其实我们就变成是 从过去一阶的主动的切插入 那我们现在转成被动的资讯的反馈 那重新再配合 所以未来路口部分 就是路口运转的 耗置运转部分 全部是依照我们 平面交通耗置里面来 轻轨变成是被动的一个配合的角度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路口的影响 跟路廊的影响部分 其实这时候 那个交通冲击的部分 其实是可以减到最低 所以我们相关的部门 我们都会送到那个道安里面 然后来做报告 那让这些 不管从施工过程里面 跟整个未来营运过程里面 我们都会让所有交通的影响 然后降到最低的部分 好 谢谢 期许未来的交通部门 都越来越好 让民众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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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好 谢谢 好 谢谢黄议员的咨询 那上午的议程 所有登机的议员都欢迎完毕 我们上会 那下午两点半继续开会 好 谢谢